我们现在与上个赛季的话 Ruler的中文更好了 我们沟通更好了 可能我们选手都比较实力 然后教练也比较厉害 我们要好好小心他们的打野 他们打野是核心 新出场氛围很好 粉丝很多 然后希望我们在出场一场不输 下一场打青洞的话 我觉得跟Ruler打还是有一点压力的 因为他很强 但是我也会尽量达到我自己最大的能力 去应对他 团队上的话就跟着团队打吧 本赛季的小目标就是 打赢对线 打赢所有人的对线 我觉得我们L 五个人都是不输别的队的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好弹队 就是如果说左边拿猴 然后补上洛的话 猴洛的体系越到练乱塔还挺难受的 但是小号的瞎子对吧 奥温现在369在LPL联盟里也是独一份的 主要是这个中野一出肯定是要中野往下半区辐射了 上面去一定是要选个自己能顶足能玩的差不多的 那这样最终奥温所向那这样京东是一套非常经典的京东市的下半区的阵容 就扎实 那小号也在后面哦 嗯再次美国出手又没中啊 但这样的话小号可想过来帮忙推线吗 耐的手上都是有两个饼干摸上来的 这波是交了W的还被推到Q上来 小号这波有点小危险 但是卡拉比移速不太够啊 被小兵卡了个位置 这样没没 东路没下的情况下就导致 比卡叉 哦呦 摸眼阿尔萨但是闪得很快 躲了发Q但是还是轻到了 小号的角 可以了 对 然后是防卡线嘛 再来看一下这一波 摸眼阿尔萨 好快的角 帅 太酷了 2边80 但是Zorah来的有点慢哦 Zorah这个位置是少人的 推推到Kanabi要锁吗 锁被带进来了 可是Night已经交过推了 这波Kanabi沟通上面好像出了点问题啊 慢了一米 主要还是刚刚小浩来了一脚啊 这个位置 哦! 1R闪W 这首要赶过来了正面 这一波伤害好像差点 但是Kanabi没闪伏笔来了 小浩拿下这个人头旁边若子退散 推晕了一下哈德 哈德倒是没有大招 这不还要追Missing吗 有一闪的空间 二一个天一波直接B闪 这个位置再抬369的闪现 A要打得气势如黄 EW 那是被风向引息挡了 这个位置只有知秋一一个人在手中线的话 会挺难受的 而且手短啊 若子哥QE 小撞一下 找朱德章 朱德章脱节脱节了兄弟们 W能规避一下 找的还是369 这个位置半线 没打出来 闪现躲了一个若子退散 要回家踢了感觉 嗯 但这一波的话 哈德没大 朱德章没状态得踢出来 第一时间是京东的机会 王敏还在的 但是被QG能破了 小浩在找 小浩在藏 莫眼 停踢完美 我接台 台到两人的伤害在哪里 Missing的这一波 乐意收口隔开的战场 但是里面朱德章要去切尺子 不尺子操作了 龙由京东拿下 哇 这一波急了快四人之力 没能把尺子切掉 可惜了角度没提好 画面切回来找小浩 小浩要可能被三人 激活至此 哇 这波Missing 横向放的这个恶意收工 也立了大功啊 太关键了 Lora也是穷途末路啊 只能被迫送塔 但甚至有Q挂惩戒的空间 好 那Lora的人头应该是给到了卡纳维 哇 那这样啊 哇 尺子这没死啊 来看一下这波 摸眼 啊 闪 踢 踢完后续 这个位置 Missing 的大招 横格战场加369的杨也隔住 后续祝德章进去切 落地打A 打QW 但是直接被RU了 闪线拉开了 狂风闪 刚好给了他多A一发的一个空间 而且京东的前置的拉扯做得太好了 嗯 再加上列纳塔这个 这个确实反旋选的好 但小浩现在没闪也不好踢啊 369接个天音波直接往右边拉 直接不让小浩进场的一个机会 半友吃了一个冲锋 下一个E 还有多久 踢回来了 哎 还踢乱吃脸冲锋了 369交闪下去 天啊 还有手上挂了一个天音波 但是不敢去了 选择R下去 魅惑没中 那叫三段零破突袭全交掉 小浩埋在一个很诡异的位置 京东苏人在找他 找到了 小浩直接把自己的成功摆给交了 那这样的话已经没有奇迹的可能性了 小浩这个位置交强往后拉 一颗劲的在拖时间 那叫 卫一锁 小浩应该是要倒了 想摸也没得摸出手 这边AR想留人 留尺子 尺子这个位置会被莎玛 被朱德昭带了一下 Q他逗回去 朱德昭打不了B闪 但是一个人 男帝对面十只手呀 又差一点点 这太难打了 确实也不好去跟盲森去拼这个陈剑 但是哈的这个位置又要交大了 诶 硬要交这个牙就杀小浩 你这个队伍核心是谁 我就杀你谁 这位置龙坑游也看着 AL也急 但没办法 哈的倒是换了一个陈 但是这个小陈你进不去啊 我不去了 证明OE369 这真的是个好主意吗 我感觉不是啊 朱德昭Q3进去 一套能杀谁呢 伤害不够 扭勒情为夜宁 但持久毅还要不 一闪 滚过来的伤害不够了 没有ADC 这个已经是破釜沉舟了 哦 你如果没零破突袭 你是跟不上的 而且有一个硬 硬条件 就是现在的伤害太低了 嗯 就算有完美控制链 DX也秒不掉369 就是大问题 是 啊 这波好像是那登场还被打断了 那个位置本来能够把Night也给抬起来的 但是 哎呦 就被打断掉了 进退两难位 嗯 持久毅这把这只能玩 走路位躲了个轻微夜宁 也相当不错的 但没办法 尺子装备太好了 14级的AD 其实在13级 就看有没有可能小奥会从侧翼杀出来 哦呦 Kanabi打得真野啊 Kanabi原地锁了 直接随 ZORA没 ZORA几乎被Kanabi单秒了 完全动弹不得 伤害太高了 三件套的位 轻盗回头想杀Kanabi 带回来到真杀了 哈哈哈 Kanabi玩得也太野了 但正面啊 还是大龙 BUFF加持的小兵 大军压境 呃 一换一情况下 辅助换打也其实能接受 对于A号来说 摸眼想踢妈 被盗回来了 永表 有轻微夜宁 在这个位置有恶意收购 压起身 直接一眼爆一下 爆死了 小瑶了 找的是谁 找知秋夜 朱特张 当现在躺下 暴风有人开起来 一闪有没有空间呢 我臭弟 这杀到对方水拳了 撸了 太夸张了 15级的AD 泡了个即时救难 诶 被清进去了 魅惑了 即时救难 进水拳 干嘛 这两个魅惑没办法 会不是AL的反空之势 我们来看一下 正面 陈达了酒 撞起一堆小杯 没抓到人 被清到了 借勇说 但是 369两位前 还有Nine在 打不动这个大山羊 好猛啊 主要Nine的还活着 而且有火龙魂 你也不能小看 剩下两个人的伤害 而且后面还有小兵在推 左耳在抬 抬空了 Nine这个位置 还在打输出 369一丝血 掉住了 你这样 我们恭喜 京东啊 成功把比分 扳成1比1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